新北市瑞芳地震事务所为了提供全方位服务偏向民众 赤资近200万打造全新的地震专车 28号在瑞芳区民广场就举办了新北市地震专车启用仪式 愉快去看看 瑞芳区因为人口老化 年长者居多以及交通不便 民众洽办业务往往需要受到周车劳顿之苦 为此瑞芳地震事务所在两年前 与瑞芳区双溪平溪共聊开办地震专车行动服务 深入辖区方便需要的民众就近办理业务 广受民众好评 为创造更优质的服务效能 特别自行规划设计一部客制化的地震专车 主任非常的用心 因为他的辖区是最偏远的 然后也是属于比较交通不便的地方 所以他就由他来开始 去年二月我们就开始事办 那事办的结果呢 就是相亲的反应都很好 尤其是老人家 他可能很多土地的问题 从来都没有地方可以去询问 地震事务所主任表示 新购置的地震专车 设置有简易的遮雨棚 使掐工民众可免于日晒雨淋的困扰 特质化的车厢办公设备 设计搭载了无线网路 让民众仿佛清零地震事务所申办业务 玩这个地震专车 它本身有这个简单的桌椅设备 可以接受民众的一个咨询 然后我们有相关的设备 可以来核发腾本 我们地震专车是在每个月 第一个礼拜二早上10点到12点 在我们双溪中油油贯车 加油的地方来提供服务 另外是在每个月最后一个礼拜五 早上9点到11点 在我们共聊奥迪工友市场来提供服务 至于这两天的下午 我们地震专车则是采用巡回服务的方式 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当然也因为我们这个地震专车的启用 我相信能够提供我们更便敏的服务 而且在各项服务上 也能够更提供更好的品质 地震局局长表示 让民众不受到交通限制 就能顺利洽工 一直是地震局秉持的服务目标 希望借由新地震专车的启用 使地震行动服务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让民众享受更完善便捷的服务品质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